赋予顽抗 只会让你吃尽苦头 交出乱天魔宫 也许本宫可饶你不死 什么乱天魔宫 我真的没有 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 你们继续 直到他开口为止 此乃我九玄宫的绝魂阵 你即便修炼了乱天魔宫 也无法借力 你现在是插翅也能飞 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 公主 你还要是老实的 你还能飞着 你还要被你寻找 你不要拥火 我害怕你 我拥火 我拥火 你还要被人 我拥火 我拥火 你不拥火 我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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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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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璇宫抓走了清儿 我们收到的消息 九璇宫的人一直在打听清儿的消息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走清儿 我们青云阁跟九璇宫 并无瓜葛 老大 我们直接找萧兰要人 先别冲动 如果九璇宫和清阁无冤无仇 他们抓走清儿 定有什么目的 只是我们阁主正在闭关 怕是要麻烦九璇门帮我们一起营救清儿了 不如这样 孟宇师姐 你们调动清云阁的师姐们 私下调查清儿的下落 我和凡乐找九璇门的朋友帮忙 直接去找萧兰 好 那麻烦二位了 走 走 这会不会是叶无缺的阴谋 毕竟白秋雪江他害得这么惨 他现在应该恨死白家人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 首先 如果真的是叶无缺的话 那咱们得赶紧抓紧时间了 我觉得此事 倒不一定是叶无缺所为 不管怎么说 清儿的安危要紧 我先去打探一番 老大 清儿也是我凡乐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做什么的话 一定得带上我凡乐 还有我 好 那凡乐 你先去查探一下叶府 若换事件 劳烦你调查一下 义恒父子那边 我自己去找萧兰 好 温天 院长 是清儿姑娘 出什么事情了吧 是 我和凡乐他们 正准备去救他 看来他有些事情 没来得及和你说呀 清儿姑娘 得了一本 魔修秘诀 乱天魔宫 想必 九轩宫 也是为了这本秘籍 才想办法 把他掳走的 温天啊 你要尽快想办法 把他救出来 知道乱天魔宫 这件事情的人越少 他就会越安全 明白吗 温天明白 还请院长放心 好 去吧 你也小心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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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大哥 乙皇驾崩了 什么 殿下心中可还说了什么 乙恒现在想登基篡位 太子殿下希望我们能够协助他 对抗乙恒 混账 乙恒那个狗贼 大哥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吩咐下去 即刻起兵 在乙恒登基篡位之前 协助太子殿下攻入皇城 是 白晴 你一定要坚持住 师尊说过 乱天魔宫一旦落入别人手里 祸患无穷 绝对不能说 大家坚持住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嗯 不好 他居然把我们的阵法吸收成自己的力量 不过 好 一瓶 一瓶 好了 好 这一瓶 救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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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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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观看看 富于顽抗只会让你吃尽苦头 交出乱天魔宫 也许本宫肯饶你不死 这就是乱天魔宫的威力吗 姑娘 九华门的人好像已经知道你出事了 这几天他们正在四处找你 要是不介意老夫出面 姑娘 我去帮你走一趟九华门 告诉他们你已经没事了 多谢前辈 前辈 问天小友现在何处啊 问天现在不在九华门 不知前辈找他有何事 您可以告诉我 我来替您转达 清儿姑娘现在就在我的竹林小屋中 她已经没有事了 清儿姑娘原来在您那里啊 我们老大还到处找她呢 多谢前辈救了清儿姑娘 路见不平罢了 话已带到 老夫就此告别 请 两位请留步 前辈告辞 告辞 幼群 你想干什么 放心 现在还不是对付你们九华门的时候 好大的口气啊 请清儿姑娘出来 清儿姑娘不在九华门 她不是一直跟在秦问天身边吗 请问天 赶紧出来受死 老大也不在九华门 清儿涉嫌谋害九玄公萧公主 她若是在九华门 我奉劝你们 赶紧把她给我交出来 你们怎么还有脸来我们九华门要人 清儿姑娘到底在哪儿 他们九玄公的人 不是应该更清楚吗 就是 九玄公的人掳走了清儿 现在要倒打一盘 如果到时候清儿有什么闪失 我们九华门也不会放过你们 没想到 叶无缺已经变成了这样 没有 你们最好别骗我 现在怎么办 萧兰死了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老大 不对 如果是问天的话 她救了清儿 应该跟清儿一起都在竹林小屋啊 不管是谁 照现在情形看 叶无缺他们是准备将这个罪名 推到清儿身上了 不过 如果不是老大的话 那又有谁能杀得了萧兰呢 大哥 清儿一定就在救华门 凡了和若坏肯定在撒谎 嘴硬管什么用 那就让清儿姑娘主动来找我们 怎么做 诱饵 可是现在 还能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他们来自投罗网呢 皇城中的清云阁弟子 对呀 只要把他们抓来做诱饵 就不怕清儿不来 大哥 我立刻带人过去 根本就不愿意 我会有什么不愿意 判断 当然 会得到 我认识 你 不愿意 有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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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别动 这些是谁想的动手 别小点手 把你给杀了 是不是有仇啊 是啊是啊 是无数 无数不必啊 是啊 绝对是有仇 无数不必 无数不必 叶将军难道他们与九玄公勾结在一起了 大哥 你说咱们这么做 清儿真的会来救人吗 不管他来不来 肯定会有人多管闲事 到时候不管是谁 都让他有来无回 我丹王殿 以玄壶记事为己任 这炼丹乃是第一药物 药经为开山祖师丹王老祖所创 这其中记载着药性 药力炼丹手段等等 乃是重中之中 希望白师妹以后还要牢记于些啊 是 大师兄 大师兄 好 我有些好奇 昨天让我送药的师姐 今天怎么没来啊 我怎么没有看到她啊 可能师父另有安排吧 白师妹 以后这样的事情 还是不要过分了 对了 叫你封师姐去师父那里 师父有事差遣 是 大师兄 白师妹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奇怪 近日我并无操劳 为何组织头晕 白师妹 这是喜脉 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不可能 如今你心神不宁 操劳过多 得好好休息 这样我回去为你开些方子 你照着上面服用即可 不可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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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最近好很多了 多谢前辈这几日的收留 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打算去找温天哥哥 温天小友 好像现在并不在九华门中 你老夫之见 你还是在这里多休养几天吧 多谢前辈 我没事 只是 怎么了 前辈 老夫能有什么事情呢 太虚 近日殿内情况如何 近日一切安好 只是这殿内弟子数量锐减 恐怕 你是在责怪为师吗 弟子不敢 人心都是肉掌的 你以为为师心里就不难过吗 师父 好了 不用再说了 太虚 你年纪也不小了 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婚配之事了 弟子刚为丹王殿粉身碎骨 看把你吓得 这尽忠和娶妻之事又不冲突 是 我来说 你的心思为师明白 这莫姑娘贵为暗夜族少主 人如其名 倾国倾城 太须 你眼光不错 师父 太须并非有非分之小 此言差矣 日后你多抽些时间与莫倾城聊聊 也别整日就闷着头修炼了 师父 弟子一心只想 每日多练一分便强上一分 日积月累才能提高自己的修为 重振丹王殿 也能让师父您少操一些心了 你是我丹王殿大弟子 想必日后也是我丹王殿店主 不过师父也希望你日后 可以找一位能够辅佐你的人 如果你真替师父想 就完成师父的心愿 听师父的话 是 莫姑娘好 不知莫姑娘昨天休息得怎么样 还好 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 睡又睡不好 吃又睡不好 来来过过就能这个破地方 无聊死了 此地是清修之地 我们丹王殿弟子早已习惯了 可小兄弟你不同啊 你不习惯 这都怪太须疏忽了 对了 这是太须吩咐后厨准备的点心 特意送来给你们 就当是赔礼道歉 请多谅解 还算你有点眼镜 这次就算了 别吃了这顿没下顿的 喝着我没关系 如果喝到姐姐的话 你可小心点点 小混蛋 你不要得群进尺啊 华公子 让你见笑了 没关系的 这位小兄弟说得对 太须谨记 你再说一遍 谁是你小兄弟 我叫小混蛋 我看你小的挺实相的 这次就不知道你的麻烦了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闲来无事 对了 莫姑娘 这片花海有很多奇特之处 如果二位不嫌弃 太须可以带你们四处走走 有什么好看的 你要是不想看的话 可以自己回去待着呀 别别别别 就算我没说 我也去 我也去 嘿嘿 不讨论吗 不讨论吗 什么 有点 这是 可以 可以 不讨论吗 好 不讨论吗 你怎么也在那 time 不讨论吗 那 也叫你 你怎么不讨论 estou 陆 你怎么能 白师妹 这是喜麦 白师妹 你回来了 冯师姐 刚刚师兄说师父找你去她房间 说有事派遣 好 我这就去 找我了 拿来 原来 我想让你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你不肯去拿紫剑 那留你也没什么用了 什么事啊 往哪儿去 偷看够了吗 你 你们 我们 我们不都是为了要重铸丹王殿的威名吗 可是 没什么可是 路上你也看到了 丹王殿已经落寞了 现在我们必须要拿到紫剑指代老祖苏醒 便可重振我丹王殿百年升危 你当时心心念念的想要拜我为师 不也是这个目的吗 不 不 我不是 是的 我们每一个拜入丹王殿的弟子 都是这个目的 我 既然 你师姐不肯去拜剑城拿紫剑 那就由你走一趟吧 师父 师父 我不能去 我不能去 师父 师父你不能杀我 师父你不能杀我 为什么 我有一个办法 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 手 手剑 手剑灵机 没错 我知道手剑灵机的下落 你竟然知道手剑灵机 你 我现在 不过是一个自身难保的尼菩萨而已 我又怎么会骗师父呢 没错 她是暗夜妖黄和黄的女儿 莫青城 有了她 一定可以助老祖 免受妖剑弑心之苦 你怎么知道如此机密之事 师父 弟子性命在您手上 岂敢有半句虚言 好 我暂且信你 如若你敢骗我 好 好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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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卿城 你不要怪我 我也是不得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了九仙宫的公主 九仙宫的人想要报复 当然要抓青云阁的弟子暴施失重了 你说什么 青云阁弟子在哪儿 那 那边 什么人哪 莫名其妙 走吧 走 这个傻丫头 有人来了 不过 好像不是九幻门的人 师姐 你就是青云阁吧 你终于来了 说 小公主是谁杀的 小公主是谁杀的 那是上海字甲线的 我看这一副 我们下个月的食材 我看到了 绝乱三个中间 我带来 一赞 复材 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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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不是我 不关我的事 是大长老 一切都是大长老 大长老 萧公主 大长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清儿 前辈 前辈 清儿如何了 院长 院长 看来 这就是他的命嘛 强行修炼魔工 只是全身经脉俱碎 怕是 院长 我自幼看着清儿长大 视他如妹妹一样 他本性纯真善良 无论如何 我竭尽全力要救他 还请前辈和院长多费心了 我记得 清云阁 又一处先迟吧 对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闻天小友啊 这可是白姑娘最后的机会了 她是清云阁的弟子 清云阁主 老夫应该不会拒绝我们使用仙池的 我现在就去备车 我和这丫头有点缘分 老夫亲自送她一程 有劳前辈 有劳前辈 院长 这乱天魔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功法 今天清二施展的炼狱九杀 是不是就是什么乱天魔工啊 不错 乱天魔工 是一本魔修功法 不过 如果让人知道了 清二姑娘有此功法 恐怕是 那院长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想办法掩盖乱天魔工一事 不错 那我们赶紧吧 今天看到 清二施展功力的人可不少呢 费我们不少狗舌呢 那你们就赶快去吧 是 是 老大 之前忘了问了 你是怎么知道那个 侍卫首领杀害萧兰的 是啊 问天 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不是吧 这也能被你碰上 我发现那帮人个个身手了得 连萧兰这样一等一的高手都不敌他们 但是 你是我便暗中跟随 想要救出清二 没想到阴差阳错 就抓住了侍卫首领 好在被你发现了 要不然 清二这次就有危险了 总之 事情解决了就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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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公养侯特护送清云阁帝 帝子清二到清云阁 公养红前辈 晚辈孤星 阁主有请 马车内的 是你们清云阁的弟子清二 他受了重伤 你们赶快带他到仙池疗养 兴许还能救得一命 是 请 前辈 哥主就在里面等您了 前辈您放心 我们已经让人带清二前去疗伤了 请 明白 您的厉害 儿子 祝您 您 职业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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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恭扬红 贸然来访是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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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蛤门终于能重归平静 只是我有些担心问天 此次连番恶战 只怕对他修炼九元斧绝并非易事 他不要因此而动摇了本心 他能得地仓青睐必有过人之处 希望如此 另外义恒和叶家想必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 骑士盟向来与皇家关系亲密 这一次或许他们会从门中下手 我明白了 清儿 你醒了 世子 徒儿对不起你 为师都明白 这不是你的责任 你千万不要自责 是梦玉世界 还有其他姐妹们 九玄公 我秦云阁定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 清儿 你在此好好休养 其他的都暂且放下 放心吧 兄妹 她会好起来的 莫姑娘 你找我 前段时间 还好有华公子的销声解忧 在此谢过华公子 这几天我就准备走了 莫姑娘要离开吗 仙草已经旧活 我也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 是啊 天天待在这里 无聊死了 莫姑娘 既然临别在即 此下有个请求 说 我欣赏莫姑娘 想与莫姑娘交为朋友 不知 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 那莫姑娘就是同意了 谢谢莫姑娘 师兄 师父请您前去 说有急事相伤 好 我这就过去 那莫姑娘 在下先告辞了 嗯 弟子拜见师父 师父 有何事召见弟子 眼下有一件要紧的事 需要你去办 师父 你请吩咐 你可还记得师父说过 西年 有守剑灵机 镇压太古妖剑这一说 弟子当然知道 听说那是在五百年前 守剑灵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镇压了太古妖剑的魔性 换取了天下太平 但他自己却为此 我无心听你说这个故事 而是事关重振丹王殿 这守剑灵机尚存于世 并且就在我们丹王殿 师父 弟子不解 他就是莫卿城 有了莫卿城 老祖一旦苏醒 我们不光能进拜剑城 还能取得妖剑 就算是暗夜妖皇 为当时第一高手 也将不再是老祖的对手 我当初还以为 这莫卿城 只是暗夜妖皇 随手赐封的一个小丫头 没想到 竟是守剑灵机 甚好 甚好 华太虚 你必时刻看着他 千万不要出任何差错 到时候我们丹王殿 再也不用看暗夜族的脸色了 弟子遵命 摄政王 陛下 登基大典之事 一切筹备顺利 可以如期举行 好 如此甚好 此事事关重大 绝不能出现任何差值 陛下放心 臣已派人加强了戒备 保证万无一失 启禀摄政王 叶大人 忙碌一天了 先退下吧 谢陛下关心 臣告退 参见摄政王 慕卿大臣面临 天道无情 众生接口 唯有一己度人才能救得苍生 既然拥有了保护的力量 我便不能放下守护众生的重任 即便前路艰险 我也不能退缩 不能软弱 我必须更加强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做什么 当然是有好事了 还请师父明示 这事嘛 是让我们私下帮个忙而已 一个可以振兴星河工会的忙 可还记得 我们星河工会 田庸分会被诈之事 之所以被诈 是秦问天用了特殊的 神文阵所导致的 为师一直细心钻研 将其复原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可以还师毕身 师父 难道你想用这个办法 毁了九华门 九华门 不 吩咐弟子一人一代 是 按照师父所教 将此阵不与皇城城墙之上 不得一漏 切记定要捐客的隐蔽呀 师父 那我们不在城墙目标岂不是皇城吗 您是不是弄错了 弄错了 你可知 为师所奉何人之灵 谁 我星河工会养精蓄锐这么多年 等的就是今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竭尽全力 不可让为师失望 弟子明白 好 去吧 是 是 师父 神闻阵已经不好 只要往这阵心金石中注入一丝心魂之力 那么神闻阵就会启动 届时整个皇城外城 将会化为灰烬 好 只要有了这阵心 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师父应鸣 附着 你 附着摄政王顺利登基乃是大势所趋 之后 吞并神兵阁 整个一国 必然 就是我们星河工会的天下了 来 徒儿先 恭喜师父 徒儿啊 徒儿啊 你将这个亲手叫到摄政王的手中 切记 绝不可有任何差池 遵命 师父放心 好 累啊 累死了 终于回来了 是啊 也不知道这秦二姑娘怎么样了 她怎么会修炼乱天魔功 功法这种东西 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 讲究因缘际讳的 咱们怎么猜也没用 你们俩干嘛去 我们俩在这累得要死要活 人家小两口在这忙着贪亲说爱呢 对吧 说什么呢你 我跟杨二学神秘阁有事情 我先看 先走 好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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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日的拍卖会情况不太乐观 好像有人在暗中操作啊 这也很正常 现在整个皇城看似平静 实则并不太平 自从翊皇去世以后 这一切都开始变了 难道 这翊衡打算欺负到我们神明阁的头上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咱们 该来的总会来 不过据我所知 星河宫会的情况 却恰恰跟我们相反 难道星河宫会 和翊衡互相勾结 不排除这种可能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皇城的老百姓啊 张灯结彩的 好像在欢迎我们一样 这哪是欢迎你啊 这是在庆祝新帝登基 那你就当是我登基好了 不过 我们现在必须阻止一行 五位 我觉得你现在 当真不一样了 太子 秦姑娘 请 自从我一收到通知 就开始准备 只不过神兵阁被叶家盯得太紧 我只能把他们约到茶楼 张风平先生 跟神兵阁冒这么大的险 我们真是惭愧 秦姑娘太严重了 你们一个是我师父的挚友 一个是我师父的姐姐 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对了 最近摄政王有什么动静 正在搭张旗鼓地准备登基大殿 意料之中的事 太子 秦姑娘 我们到了 阁主 到底是谁愿意到这来的 莫及 他已经来了 请 参见太子殿下 参见太子殿下 两位不必多礼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 我们这次来 所为何事 殿下 一行暴力 魏谋政权 与叶末两人狼狈为奸 陷害忠良 在下听闻殿下 已联系西北军 兵发皇城了 其实我这次过来 有求于两位 殿下 小女子不懂政事 但也知道 一横网做君王 殿下放心 小女子愿清尽全力 帮助殿下 重政朝纲 好 请 参见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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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不必多礼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 我们这次来 所为何事 殿下 一横暴力 卫谋政权 与叶末两人狼狈为奸 陷害忠良 在下听闻殿下 已联系西北军 兵发皇城了 其实我这次过来 有求于两位 殿下 小女子不懂政事 但也知道 一横网做君王 殿下放心 小女子愿清尽全力 帮助殿下 重政朝纲 好 是啊 殿下 你也看到了 现在整个皇城 都在布置一横的 登基大典 再过几日 一横将要登基 这是我们大家都 不想看到的 如果一横 真的等了基 那我大一国 将民不聊生 既然大家都是一条心 那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其实我这次过来 是想借神明格的力量 对付星河工会 星河工会 对 我接到消息 星河工会和一横 已经勾结 他日西北军赶到 少不了一场恶战 如果不先 对付他们的话 必胜其乱 岂有此理 又是星河工会 为护作传 果然如此 看来我们是真的猜中了 殿下 星河工会与我神兵格 相争由来已久 对付星河工会 就交给我神兵格 去办好了 是啊 请殿下 请殿下放心 我神兵格会竭尽全力 帮助殿下 一切 只得殿下 兵名臣下 耍快 五位 再次多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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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陛下 事已办成 小秧子 龙袍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启禀陛下 这九五之尊的龙袍 宫序近上百道 要不小的再去催一下 罢了 既然是龙袍 就一针一线都不能少 小秧子 你刚刚说什么 我已经快让去催俩 到了 我可以看来 了 我一定可以看到 我经许了 我已经不理论了 我还是不理论了 我那么不理论了 我怎么想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师父 清儿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多谢前辈关心 清儿好多了 多亏了咱们先迟 先迟虽然可以助你疗伤 但是重塑经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清儿 你可不能乱跑啊 没错了 涅槃重生 你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经脉重塑 让你的体质完全改变了 现在你已经彻底掌握了乱天魔宫 不过这修魔一世嘛 还需要谨慎一些 多谢前辈关心 要不是前辈不远千里把我送回清衣阁 清儿这条小命 或许早就没了 要不是送你 老夫永远也不会找回我的清媚了 说起来还得要感谢你呢 你们先聊 清儿 有事吗 师父 我要下山 你 我并非鲁莽 在献持疗伤的这段日子 我的身体的确恢复了很多 师父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我不完全是为了问天格格 那太古腰间牵扯到天下百姓苍生 我既然答应了师父 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罢了 你已经不再是刚刚进门的 那个小姑娘了 师父 相信你 多谢师父 诸位 想必大家清楚最近皇城的局势 逆贼一横 图谋造反 还来信让我们交出太子义无为 过九华门向来只支持皇室正统 哪能让乱臣贼子欺负到头上来 师父 师父 我们是不是要做好迎战的准备 没错 全面迎战 牵手 在 吩咐大家 早做准备 是 吩咐大家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就没事了 先迟助我重塑经脉 以后魔功不但对我没有影响 我还可以自如地运用它 那太好了 温天哥哥 这次多亏了你 还有公杨红前辈和师父 不然秦儿的命早就没了 那也是因为你本就不该丧命 怎么了 秦儿 你长大了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姑娘了 那秦儿现在的样子不好吗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那个秦儿妹妹 你 但是我还没有说 老红 你怎么不再说 我还没有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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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 无为 亲将军派人来了 殿下 准备得如何了 三军齐备呈防严守 滴水不漏 好 老臣老臣马上吩咐下去 什么是这样 什么是这样慌慌张张的 各主 你看这个 这是从哪儿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神文图 属下 相当意 神竟 这新军忍核工会 到底想做什么 无论兴核工会要做什么 我们都必须要阻止 那阁主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一旦阵心被打开 整个阵就会爆炸 想要控制这种阵法 必须得到阵心 但是 此阵法奥妙无穷 要想解开这种阵法 必须得有个对神闻 极为精通的人才行 成王败寇都在此一举 阳父阁主 快去九华门 找秦问天 好 师父 风平 你怎么来了 师父 你看看这个 这神闻图 怎么了 问天哥哥 师父 看来这一横和星河宫会 马上就有动作了 晴儿 你和风平去查探一下 到底有多少这样的神闻阵 我会与你们会合 走 走 大家小心 好 温天 秦将军明日便可率部抵达皇城 神兵阁已经准备妥当 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阻止一横 为你父亲报仇 神兵阁的人在皇城城墙上 发现了一些神闻阵 你千万要小心 神闻阵你最了解 我放心 更何况还有沈兵阁和秦家军的帮助 这一战在所难免 希望不要殃及无辜就好 师父 师尊 是 无为 你和若欢凡乐带领众弟子 先做好准备 是 九元抚决参悟得怎么样 温天几次尝试 都觉得脑中思绪繁杂 不能静心 若不能及时领悟 九元抚决 代妖箭破除 别说 七城 整个大义都会被摧毁 师尊放心 温天一定权利以赴 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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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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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整个单望店内所有的人 好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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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观看 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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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观看 都准备好了吗 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守护 这一次 他们有备而来 千流阵法 恐怕阻止不了他们 应而不济 感知未悦 星辰入体 千知神学 破釜而立 一元生双 双马破三 此剑的威力果然是不同寻常 我一定要将九华门彻底毁掉 你们都在这给我守着 和大军何卫山门都给我记住了 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九华门的弟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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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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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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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